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王宥正 蔡英文總統面對人民的怒吼 好像態度永遠都是正知道了 我們知道在18號這一天 那天是個禮拜天 總統府會重新開放民眾參觀 結果在今天 就先來了一個記者會 蔡總統也到了 那麼他聽到在場 有記者問 顧宽敏要求換林泉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笑而不答 然後繼續走 走到了台上 結果被問到觀光業上街頭 我們的記者就問了這麼一句 他說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蔡總統說 歡迎大家走入人民的總統府 可是這個總統 卻距離人民非常的遙遠 而且想想看 人民不是都快要餓死了嗎 那參觀總統府的話 到底有什麼意義 蔡總統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在今天 還會有更多深入的討論 首先來請佑正介紹今天的來賓 好 首先介紹的是 台北市的前副市長六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鴻輝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章會副主委李明賢 大家好 國民黨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好 我們很快的先來了解 這個以今天來講 蔡總統她是歡迎大家 去總統府 可是問題是這個總統府 要開放參觀 我們的民眾要問的是 去參觀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看這邊我們做了一張圖 他今天面對大家想要問的問題的時候 只會說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們的總統原來只是想要聽 他想要聽的 我們來看看 之前他不是說嗎 我們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可是小英總統我好亂 這是現在我們人民的心聲 好 那麼海基會 我們再來看一看 這個董事長現在是換人了 那麼今天我們也看到了 那麼董監事這個會議進行 而田宏茂董事長他也致辭了 那麼他說人生沒有過不了的坎坷 那麼希望兩岸都能夠用正面的態度 為雙方人民來謀福祉 趁這個機會向大陸喊話 海基海學兩會的交流學商機制 建立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再次被迫來清白 對兩岸民眾都是莫大的損失 希望大陸方面也能夠以民為念 在過去兩岸交流成果的基礎上 繼續讓海基海學兩會 一起為兩岸人民 來謀求最大的福祉 好 我們聽到了 田宏茂講了好多好多的話 但最重要的是大陸聽到了什麼 大陸能不能接受你這個人選 能不能接受蔡總統 在現在交出了這一份其中考考卷呢 最主要就是要看看 你們海基會給對岸海協會的 寒電內容寫了什麼 有沒有善意 又沒有誠意 好 昨天記者會之前 我們的田董事長 還賣了個關子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寒電內容放心 一定很有誠意 一定很有善意 而且還說不相信北京聽不到 我們蔡政府的善意 大家非常期待 尤其昨天912觀光業上街頭 就是因為沒有九二共識 兩岸缺乏互信 陸科不來 才讓觀光業連夠八豆 這種基本的求生存都成問題 所以大家在街頭上都想聽聽 我們的田董事長會告訴大陸些什麼 有沒有可能靠著你這個人選 你的這份寒電 讓兩岸關係能夠破冰呢 等啊等的 好 結果出爐 有111個字 這份寒電 看看內容 除了提到所謂的人事的變動之外 那麼當中還講了說 兩會已經建立了協商機制 期望雙方能夠競速就兩岸 協商事宜 進行溝通 然後呢 然後就沒了 對 看到這邊你很納悶 說好的九二共識呢 說好的善意呢 說好的誠意呢 難道現在海基會 現在蔡總統還搞不清楚 問題是在於政策協商的基礎 而不是在於誰接海基會的董事長 看看以前馬總統人家怎麼做 在馬政府時代2008年的時候 給海基會的寒電 當中馬上就告訴你說 希望貴我兩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盡速恢復制度化的協商 所以在過去八年陸客來 大陸商機不斷讓台灣的觀光業 過得非常的富足 非常的好 但現在就是因為沒有九二共識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嗎 怎麼說好的善意 卻是空空如也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 跟九二共識有關的字眼 甚至你注意到了 連蔡總統在520就職 講到所謂九二的精神 9月2號當時如何如何 談論出來的結果 田紅帽隻字未提 所以比起520蔡英文的就職演說 田紅帽的寒電 還往後退了一大步 有人就說了 這寒電當中非但沒有善意 沒有誠意 而且讓人感到什麼 一股寒意 來看大陸官方如何回應 好 首先看到的是 海基會的會長陳德明 他提到了 對 你們的寒電我收到了 不過 抱歉 我要打你一槍 打你一巴掌 因為只有堅持九二共識 兩會才得以延續 另外 對台的權威人士也提到了 從海基會董作人士的安排 以及寒電的內容看得出來 台灣對於改善兩岸關係 沒有任何進展 所以兩岸官方的溝通 將持續中斷 另外 在大陸學界也提到了 海基會這幫寒電內容 完全沒有誠意 抱持的不過就是 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的心態 那麼兩岸的相關的內容 以及相關的報導 都沒有觸及 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 未來兩岸的交流 恐怕很難有所突破 好 大家期待了老半天 結果停後帽 你講出這111個字 我可以說根本就是廢話 難道真的 蔡英文政府要向獨派靠攏 要拋棄兩岸長久以來的 和平共融嗎 來看下一張手段 好 獨派這件事情 我們討論好久 現在真的要綁架蔡英文政府嗎 還記得之前獨派大佬 前總統府執政 吳里培都提出了 說林全應該要下台 否則蔡英文沒有明天 那麼之後馬上 孤寬敏又跳出來 告訴蔡英文 做4年就好 不要想做8年 而現在 昨天 郭寬敏在接受了 這個廣播節目的專訪 又提到說林全當顧問很優秀 但是他只是木勒角色 不能當一個領導人 如果要繼續用林全 小英制度一定會越來越低 是不是真的在綁架獨派 而且被獨派綁架 而且郭寬敏還小小 算了一下蔡英文 說這個老人家講的話 蔡英文新時代的人 他根本不想聽 好 如果你不想要兩岸 蔡英文政府現在很明顯 是要親美 是要報日 但這一招行得通嗎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大家應該還記得 是在今年的8月的時候 立法院休會 那麼立法院長蘇嘉全 帶著黨籍立委跑到日本去視察 我們講視察好了 不要說觀光 當時見了這位台裔的日本議員 叫做聯訪 大家對他印象應該很深刻 那個時候兩個人握手相見歡 那麼蘇嘉全還說 台裔關係像夫妻關係一樣 吵吵架 大家坐下來講講就沒事了 但現在被聯訪狠狠打臉了 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聯訪他是想要選這個黨主席 但是卻被爆出 有所謂的雙重國籍 而這個時候 聯訪為了要證明 為了要證明他有資格 能夠選黨主席 決定要放棄中華民國的國籍之外 還提到了說 在一中原則之下 其實台灣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 看到了嗎 蔡英文政府把沖之鳥礁 都送給日本了 但現在為了政治利益 連一個日本的議員都可以打槍你 蔡政府更遑論 想要靠著日本 美國的幫忙 來牽制中國大陸 蔡總統 你真的要放棄九日共識嗎 你真的希望兩岸繼續冰凍嗎 話說回來 被問到了關鍵的問題 不管九日共識 不管林權要不要下台 蔡總統的態度 始終是顧左右而言 她完全沒有重點 先來聽聽她的回應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討論 總統 郭寬明說 你不換林權 名叫會越來越低 總統 公共康有聽到嗎 劉悅康有聽到嗎 這個不是今天主題 沒有啦 好 問了一連串的問題 在場的媒體記者 大家連番追問 可是我們看到蔡總統的回應 只有一句 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真的只能夠問 跟今天有關的主題嗎 那麼但是大家想要問的問題 有很多 而且都是跟自己的荷包 跟自己的生計有關的 蔡總統卻都不回答 先來請教一下民賢 民賢最會溝通的政府 最會溝通的元首 卻是這樣子的態度 這算不算是傲慢 而不是謙卑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當然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那你為什麼不回答 今天的主題是 歡迎大家去總統府參觀 是 她說要體會新的民主 不要說過去是威權的地方 她居然講說民主 自己不回答記者 是什麼原因 我知道 我猜想大概有一個原因 讀稿機沒準備好 這才是關鍵 每次都要看讀稿機 或者是說幕僚要準備好講稿 可能今天沒有預期到人家 問這議題 他只能說準備好好的才能回答 是這樣子嗎 過去有跑過總統府新聞 我跟馬英九跟了8年 我採訪他 馬英九不管問什麼問題 只要是亮相 當然馬英九有時候也會散 譬如說要行程比較多的時候 他就趕快那個就趕以行程為理由 就趕快離開 可是這理由 今天這個行程 蔡英文是要亮相的 而且在府內 他完全沒有落跑的機會 他當然要準備好 跑都跑不掉 對 所以他完全沒有準備 所以他今天根本不 心中根本不想回答這議題 就連映錄一下敷衍一下 都不願意 可是兩岸僵局 到底要不要解決 鐵茂昨天的打靶 其實我覺得說他2015的時候 去參加亞洲安全論壇的時候 講過一句話 很重要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的話 兩岸官方跟半官方的 聯繫機制完全會中斷 鐵茂新知肚明 可是現在他跟大陸的 第一封寒電過去 一樣不提九二共識 你不提的時候要怎麼解決 他心中也沒有解決辦案 他預期到兩岸聯繫管道 全部會中斷 接下來如果遇到危機 雄山物色已經是一個了 接下來如果台商全一受損的話 怎麼辦 完全沒有機制可以解決 要回到阿扁過去八年嗎 阿扁八年的時候 我們的海積會給海鞋 去了四千封寒電 回來幾封 六封 而且都事務性了 過去有官員在笑說 過去的阿扁時代的海積 我們海積會變成一個研究機構 現在需要這樣子嗎 昨天觀光業上街 人民真的挖不下去 我聽到一個真的也差點掉下來 一個導遊他會四國語言 還有中文 日文 德文 還有法文會四種語言 他說2008 2009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賺到七萬八萬 陸客多 現在陸客沒了 他一個月賺兩萬塊 人家五十幾歲 要繳房貸 要養小孩 你一個月給人家兩萬塊 現在政府不要說 推給說陸客來 就是我們在吸毒 我們就在吃禁藥 拜託 民黨執政的時候就開放 就想開放陸客 是民黨自己堅持政治僵局 才沒辦法開放的 現在民眾受苦了 觀光業受苦了 民黨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沒有 所以蔡政府所謂 史上最會溝通 說謊 替人民解決問題 一樣也是說謊 只會說大話 沒辦法解決問題的政府 會讓人民真的很失望 而且是不是可以說是 所謂的空空政府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大家昨天都上街頭了 可是回應是什麼 總統府發言人黃崇彥 他只有說協助業者 轉型升級 然後就沒了 行政員發言人 同政員 他只有講歡迎陸客來觀光 然後也講完了 就這樣而已 真的是會讓大家大失所望 來 周曉平議員 中秋節也快到了 一個男生追個女生 我跟你講我愛你愛到 我把月亮都摘下來給你 我愛你愛到海枯死爛 刺青不語 不是 你娶他當太太 你要給他生活費 你要養小孩 你要繳房貸 你要生活 我談的生活與生命 我談的是 多可怕 他談維持現狀 對不對 他騙到總統 很厲害吧 很多中間選民 甚至潛藍的被他騙了 可是難道 他所謂的維持現狀 到選後過100天 就是人民的生活與生命的 地動山搖 你們看到昨天 地動山搖的場面 幾萬人上街等等 其實他滿壞的你知道嗎 可是你看從軍公教 再到昨天 大家都白走一招了嗎 是 就是他現在 而且軍公教手上台 他就吃了襯頭鐵的心 就露出真面目 本來假面具是維持現狀 嘴巴還故意講中間的話 事實上都在做台獨的事 可是現在他可能真的要做 我從證據給你看 這個田宏茂 他是海基會的董事長 他的發言是洞見觀瞻 他竟然他的發言 連尊重九二共識會談 歷史事實 我沒有叫他承認九二共識 連提到尊重九二會談 歷史事實 這個都沒有出現 就比520還要更退一步 更倒退 所以他走台獨的路 走台獨的路 這種隱性台獨的路 我看是昭然若階了 我看是跑不掉了 加上升旅給他的壓力等等 我跟你講 其實他有個歷史的機會 老共對我們 當然飛彈對我們也很不開心 可是老共你看幾十年來 對我們也有善意 我隨便舉幾個領袖 當初訂出兩岸政策 鄧小平叫一國兩制 當然不要 我為什麼要跟香港一樣 中華民國 再來 江澤民說一國兩國 兩個政府有一點味道出來了 然後習近平的王毅 外交部長談過一中憲法 一中憲法就是 就是個表有一點具體的展現 他也一直在放 他也體恤到台灣人民的感受 用霸權也沒意思 一直在退 慢慢退一點 從一國兩制到一中憲法 退很多 我們從他歷史的進程 這幾十年來 二三十年來 然後他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沒有把握 你知道 就是蔡小英 他一個周教授出來講 說還沒有答案的考卷 說蔡英文也釋出 有些善意等 那個時候如果你進一步的 甚至你不要承認九二共識 你談一六共識 比九二共識讓一點 說明習近平就跟你談了 可是他還是往後退 現在退更多 現在沒有辦法了 現在已經翻臉了 你知道這兩岸 所以你把人民的性命 然後國家的生計 國家的發展 兩岸的和平 竟然佔你的任性的個性 以及你的意識形態 兩國論的作者1999年 這樣會糟蹋掉的 這個總統我們應該 共同起來來唾涕他 這個總統實在是很可惡 是人民於水火而不顧 其實昨天這個田紅帽 他講了111個字 我剛剛說到了 當中就沒有像馬政府時代 很明確的告訴你九二共識 當然我們能夠體諒民進黨的為難之處 但是剛剛議員講到了 你連蔡英文520提到什麼 九二當時的什麼會談精神 田紅帽 你都沒有提 身體過敏 提到素質全身拔養 絕對不能講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陸怎麼回應 當時田紅帽是說 我不相信北京聽不到我們善意 然後開記者會前賣關子 說我跟你講 待會兒這韓店一定會有善意 結果講出來話大家傻眼 北京怎麼回應 陳德民他說 只有堅持九二共識 兩會才得以延續 然後包含產官學界 大家都出來講了 說你們這個海紀會的海地內容 根本是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根本只是泛泛之談 兩岸關係很難突破 兩岸的官方協商會談管道 幾乎是不可能恢復 我想請問一下議員 王鴻議員 現在這個狀況是不是代表北京 這最後一次給小英 寫答案卷的機會 他要收回來了 我覺得田紅帽昨天的談話 那個其實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因為他不會談到九二共識 他的組字 蔡英文都沒有談到九二共識 他怎麼會去談九二共識 而且大家應該記得 當田紅帽這個人事 被發布的時候 是什麼人在大聲叫好 是獨派人士在大聲叫好 說這個人用得好 因為其他都不好 林全也不好 馮思寬也不好 李大衛也不好 田紅帽用得好 所以用他來做海紀會的人事 已經非常非常清楚 當然因為這麼重要的一個人事 當他第一次的談話 大家還是自爭俱焯 短短幾個字裡面 九二共識當然沒有 但是因為大家很驚訝的 連蔡英文在上任的時候 談到就是說 尊重九二的會談的事實 連這句話通通都沒有 所以已經可以知道 海紀會的功能 其實已經是完全的不見了 可是你以為海紀會 沒有在做什麼事情嗎 其實海紀會還是很忙 因為田紅帽上任之前 就董事長敲定之前 他先幹掉幾個董事 幹掉蘇琪 就是主要就是 九二共識 主要論述的 蘇琪先把他幹掉的 另外一個張榮公 就是當時連戰 2005年的破冰之旅 大家都認為這個是在兩岸交流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張榮公他們也把他先幹掉了 接下來就放上田紅帽 昨天還有一個就是親民黨 所推薦的 他是深圳台商協會的會長 他本來 我相信他應該原來是接受的 可是他看到苗頭不對 因為你們現在 沒搞頭趕快走 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宋楚瑜沒有去當董事長 可是台商協會的會長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台 我們不要說政黨代表 作為一個台商的代表 都不願意進入海紀會當董事 這代表什麼 你現在代表你蔡英文也好 或田紅帽也好 你連你的台商都協調不了 溝通不了 你還說你會最溝通的政府 你要什麼大陸釋出在意 你要跟大陸去協商 你協商什麼 你如果能幫你的台商代表 先協商好 願意來當你的董事 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像因為他們台商 中秋聯誼 海紀會不是都會辦聯誼嗎 端午也會辦 中秋也會辦 北京的也不來了 上海的也不來了 這些會長都不來了 廣州的也不來了 對 沒有錯 台商都是用假投票 大家都不來了 所以高峰連說 那麼海紀會就是 以後就是請請台商 請請大家常常來吃飯好了 就是變成一個吃飯會而已 就只是來吃飯 他沒有他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蔡英文 到底有沒有正視這些問題 剛剛大家提到 蔡英文今天在總統府的表現 是極為傲慢的 她說這個不是今天的主題 對不起 一個禮拜之後 馬上要換一個話題 就是這個台南雪甲的這些漁民 他們馬上就要來抗議 本來說九月風和日曆 對 當然不是說颱風天 說風和日曆會有好幾場 本來九月底有一場 反破切團體的抗議 結果現在這個台南雪甲 先加延長 加碼 又要再來 又要再來抗議 也就是光九月份 我們目前所知的 起碼有四場的抗議 也就是蔡英文你繼續迴避好了 你繼續傲慢也好 但是問題是人民的聲音 會持續的發出來 今天從九三的時候 是軍公教 退休軍公教 你不理不睬說 你去品紅酒 然後說我們走我們的路 你不理他 現在是觀光產業來上街頭 你竟然一句話 你真的會不會 你這個總統是不是傲慢成這樣 你當初要人家選票的時候 你是什麼態度 你當初是什麼態度 你告訴人家說我會維持現狀 路客一個都不會少 你現在做到了什麼 你不是詐欺集團嗎 原來我們現在蔡英文政府 是最大的詐欺集團 因為他告訴這些觀光旅遊業者說 我就認了 會維持現狀 我們也歡迎路客 路客一個都不會少 但是現在人家 連虎口的機會都沒有 剛才明顯講到 你看很多 昨天上街頭的 很多是基層的 有一個日月潭的水果攤的老闆 他說他本來是請七個人 他請七個人 但他現在開始就一個一個裁員 一個裁員 現在只剩下兩個 那兩個他很痛苦 因為這兩位他不好 他到現在不好一直裁他們 因為他們是單親媽媽 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過去利雲的明代 這些政治人物也好 或利雲的民主員一直告訴你 說這些大陸觀光客來 只是大財團賺到錢 只是一條龍賺到錢 真正的這個小來本性賺不到錢 但是他沒有想到現在有這麼多的 基層走上街頭 告訴你 我今天也是要生氣 要生機 要虎口 只是要填飽肚子 但是今天蔡英文 我說她是一個最大的詐騙極端 而且到現在非常傲慢 到現在連一句話都不給你 我真的回去想想看 你當時在要人家選票的時候 你是怎麼嘴靈 而今天你高高在上 你高高在總統府 你就默示所有社會大眾 對你的曾經 對你的要求 是啊 蔡英文當然要負全責 等一下回來我們會繼續討論 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好 歡迎您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我們繼續來討論的是 田宏茂在這個韓文當中 沒有提及九二共識 那麼沒有九二共識就差很多 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在他要上任之前 光是一看到名單揭曉了之後 這個台商根本就在想 中秋節那個會乾脆不要去了 也不用去吃那個飯了 永平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很多這個台商會會長們 他們自己也是有壓力的 本來也許是想說 如果是好一點的人選的話 還有一點機會 可以來跟新政府做一點溝通 但是這個可能對於 這兩岸有一些幫助 可是照現在目前來看 田宏茂大家看了就傻眼 結果現在你看連這個 我們剛剛在講到的這一位 就親民黨的這個陳和泰 那麼他也不要去接 這個董事的位子 連時代力量也是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樣子的意義 您先來評論一下 首先我先講台商的艱難處境 台商我覺得就跟昨天 那麼多人上街頭的 這些觀光業者一樣 實際對他們來講 政治本來就不是他們要管的事情 他們其實努力的就是說 把他的事業做好 經濟 拚經濟做好 養家活口 而且還可以養活很多人 讓整個的情況活絡 甚至台灣的台商在大陸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讓兩岸可以比較有一個 民間的和平交流的 很好的氛圍 所以大家可以在一個比較和平的 不用每天提心吊膽的 你看看像現在南北韓 大家異地而處 你如果生在南韓 動不動有個人 每一次啵 飛彈就來一下 啵 就怎麼樣 你這樣每天擔驚受怕的 你生活會好過嗎 可是台灣現在說實在的 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 每天講點酸話 好像不以為意什麼的 那個都是因為整體上 還是因為大局維持了一個 相當平和的環境 大家還在這邊享受 這些人誰有功勞 除了過去很多很重要的 政治領袖的努力以外 其實台商的功勞是很大的 可是現在這些台商處境如何 被你蔡英文這樣耍 選前說我保證維持現狀 有多少人因為他保證維持現狀 去投他票的 我相信 真的 拜託你們也是一個大媒體 你請你們民調機構去做一做 你去問說今年1月16號 投蔡英文的人 是因為他保證維持現狀的 投給他的調查一下 然後現在後悔的在調查一下 就大家立刻就可以看出來了 蔡英文的民意基礎 不要說有沒有過半了 我認為他如果不是因為 維持現狀的保證 而是大家選前就知道 今天這個狀態的話 我相信他的支持度 絕對不會過四成的 因為這並不是台灣人 普遍要的結果 這第一點 台商在這樣的一種 他所不能夠控制的 政治的耍弄的後果 台商就是最可憐的一群人 因為第一個 他的事業都在大陸 他的地方的各種問題 他要的發展 他要遵循的法律 他要做的處理 是不是他還是無論如何 人在大陸他就得跟大陸 大陸的政府打交道 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欺小又在台灣 甚至他很多的錢 他在大陸賺到的錢 他也是回到台灣來 繁榮台灣的經濟 可是現在弄的 新政府跟大陸的政府 在今天的關係 弄得這麼的冷冰冰 對這些台商來講 他們都突然有一種 必須表態的壓力 他的那個表態的壓力 都不一定是說 大陸一定會對他們採取什麼 怎麼樣的一個明確的施壓 他們光看這個風向 都覺得說 那我最好不要碰 等於是說像海基這種 現在被賦予 本來是來協助台商的 可是現在突然被賦予 很高度政治色彩的一個機構 而且這個高度政治色彩 還是一個對大陸感覺 並不友善的機構 請問台商會長他怎麼敢碰 你不要說不敢去做你董監事了 你連飯中秋佳節 人團員的聚餐 都不敢來吃 你們真的退萬不響 真的這些台商就算來吃了 蔡英文海基會的飯 他回到大陸 會被中共的政權怎麼樣嗎 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為什麼他連這個飯 也不要來吃呢 就是因為來吃 他還有另外一個壓力 那來吃寒暄說什麼 他要跑去很不適時務的 跟著田紅帽說 你怎麼念那個113字都不好 你可不可以還是講一點 九二公司講一下 我們日子好過一點 他要講這個嗎 尷尬 那不是出人家眉頭 對 然後可是又要在那邊陪笑 總不能在那邊說 田董事長 你們很英明 你們的兩岸政策很正確 他能嗎 那一張臉又很尷尬 坐在那邊吃了 辛瓜來一百塊對不對 心裡多不舒服 這個佳節他幹嘛吃這個飯 所以這種飯不吃也罷 我覺得田紅帽昨天 真的很失策 可能那個失策 我必須說 應該不是他本人的關係 因為你看 這113個字空話連篇 什麼實質內容的 也沒有內容 有需要看的一個稿子 一次一次唸 唸得還這樣結結巴巴 甚至我都覺得他手有點抖 年齡大了 對 當然你可以 年紀大了 你可以解釋說年紀大了 這個我們又要問了 這個什麼老 男 這個也不是我們藍營在批評的 對不對 他又不是藍的 你為什麼要用年紀這麼大的人 好 也沒關係 重點是說 你如果今天唸一個 你感覺也不熟悉 也不是你發自內心 你也沒有一種信念 你也沒有一種熱情感的文字 感覺是人刀子架在你脖子上 你不得已唸出來的話 你為什麼當初要釋放那種 假的空氣 說大家拭目以待 會有什麼什麼 結動善意的跡象 那你當初不是 就像洪威講的 你不是這個詐騙集團 連環套的中間又有一個套嗎 他什麼時候釋出那個說 可能會有善意的 就是在觀光業大遊行之前 大遊行之前 想說趕快跟你們講安撫一下 說這個田紅帽要講話了 你們期待一下同一天 你們是不是就不要來遊了 上次軍公教之前也是這一招 對 最好小貓兩三隻 那叫什麼 結果沒想到昨天 這個七風苦雨 結果來那麼多人 來那麼多人 那就乾脆說算了 善意也不必了 就去唸一個 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稿子 我想補充一下 永明也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注意到蔡英文現在 好像有點搞錯重點 怎麼說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它裡面講說 這叫蔡英文的一千零一頁 他現在想要弄這個兩岸關係 想要破兵 他一直找不同的人來 找宋楚瑜 一下找天后帽 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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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他找了很多阿里巴巴來 你知道嗎 但找了這些阿里巴巴來 沒有一個人有膽子 或是沒有一個人知道 應該講出那句芝麻開門 所以那個門永遠不會開 不管你找多少人來都一樣 我請問一下林芳委員 蔡英文是搞錯重點了嗎 你沒有那個關鍵的 芝麻開門 你找100個阿里巴巴來 都沒有用 門都不會開 海基會也可以關門了 對 你知道通關的密語 就是九二公事嗎 對 因為蔡英文兩個原因 讓蔡英文絕對不會去 講出九二公事 他沒有講底下當然就不敢講 第一個 蔡英文的內心深處 他本來就是支持台獨的 他其實在當國民黨官的時候 國安會的諮詢委員的時候 兩國論就這樣出來了 所以他內心深處大的支持台獨 所以不講九二公事 是符合他的本意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是一個很靈活務實的人 或許他願意押注他的本意 然後說九二公事 讓兩岸關係恢復正常 但他不可能 他的名義掉得這麼快 藍軍的大家都歸對了 中間選民也離開他一大半了 現在他最忠實的支持者 就是綠軍 就是綠色的 如果他現在講九二公事 綠色人再離開他的話 他民調比林權都還會低 他怎麼會撐得住 所以他現在不管怎麼樣 符合不符合他本意 他就一定不能夠從九二公事 這個問題上面去做浪步 所以這是沒有解的 其實他當選以前 我們大家都已經說過了 你們好好去選擇一個國家的 這樣的一個領袖 你們如果選錯的話 你們未來四年 絕對會非常的辛苦 我們幾乎在每一場 公開的演講裡面 我們都這樣講了 百姓不相信 百姓就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有誰有辦法說 好 我想出一個方法了 蔡英文 民進黨 你們不需要在九二公事上面 做浪步 而且我這個方法也可以讓北京 在九二公事這個問題上 不會再找蔡英文的麻煩 這已經不可能了 尤其習近平自己 在九二公事上面 自己也說的話 你如果說2300萬人的 一個國家領袖 不能從九二公事浪步的話 13億人口的領袖 可以從九二公事上面浪步嗎 說不可能 我們那時候就講這兩隻羊 一大一小已經在獨木 一條獨木橋上面 相遇了嗎 兩個人一定要有一個人讓 否則沒有辦法 一個人一定要退卻 這兩隻羊才能夠 安然無私的渡過這個橋 現在大羊也好 小羊也好 都不肯讓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了 是啊 所以你看 像在2008年 當時這個馬政府 那時候給這個韓電上面是 希望貴我兩會 在九二共事的基礎上 儘快的恢復制度化協商 九二共事 明明白白是寫著的 可是你看到了現在 2016年 蔡政府是什麼樣的狀況 一樣還是有貴我兩會 這四個字 可是是期望儘快的 就兩岸協商 適宜進行溝通聯繫 這個沒有九二共事 你說要做什麼是不是都不行 我們來舉個例子就好了 現在藍營的縣市首長說 好啦 我們自己救好不好 觀光現在慘兮兮 我們自己來想辦法 所以我很快來請教一下民嫌 當然這個洪威我也想請教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 你看苗栗縣 南投縣 新竹縣 花蓮縣 他們乾脆怎麼樣 乾脆自己到北京去 然後去來爭取路客 來台灣旅遊 來到我們這些縣市好了 我們是很歡迎你的 這樣行不行 蔡政府沒有九二共事 我們自己來 可不可以走不走得通 其實不只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連民黨的縣市首長也是這樣子 大家記不記得 陳菊前陣子不是要港灣論壇 他希望大陸的這些城市 來高雄參加港灣論壇 他自己也公開表態 他願意帶團去大陸爭取 泰青的也是 你一些南部的縣市 包括之前的雲林縣長 也是他們也都願意譬如說 農產品要銷到大陸去 他們一樣很積極在拓展 兩岸關係這一塊 可是那是綠營縣市 是 國民黨現在的 國民黨現在的縣市 你當然受到衝擊 我就說現在大家 基層受到衝擊 只有蔡英文不知道 只有林權不知道 因為縣市首長 他必須面臨到自己 最直接的商家受到影響 花蓮 富翁跟其也是 他為什麼要上街 商家受到影響 日月潭為什麼要上街 那邊生意會不會受到影響 都會 地方受到影響的話 生意受到影響 第一個直接地方稅 減少了 所以所有觀光客不來 陸客不來 我們就自救 先是首長自救 問題你蔡英文承諾 就要解決問題 你選錢 你包括520就職演說的時候 那你說要解決問題 你選錢也要承諾說 陸客一個不減少 總量不減少 你選錢給他開了支票 選後不是變成空投支票嗎 當然大家要自救 以前他講說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現在變成自己的政績自己救 因為這些縣市首長 未來他都有他的政治生命 他必須要把政績做好 誰在阻礙 就是上層結構 蔡英文臨權 不用不責任嗎 所以沒有解決問題是製造問題 可是他們現在這樣 等於是要幫蔡英文解透 以前民進黨都說 我大膽的預測 我認為藍營的會成功 綠營的不會 對 真的 各位一定要聊 分聊只能去國民黨執政縣事 大家一定要了解 對北京的思維是什麼 因為選前 大家對於蔡英文的承諾說 我一定會維持現狀 可是他那時候並沒有承諾 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時候 很多人在思考說 他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時候 可是又要跟大陸 繼續維持往來 那只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他重啟一個談判的結構 可是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一定要處理 民進黨他的基本教育派那麼強 你要什麼完全廢掉 有困難 可是你可能可以凍結什麼的 事實上民進黨內部 也一直存在著這樣子的議案 可是並沒有 當你又不承認九二共識 你又不處理台獨黨綱的時候 這才會使得整體民進黨的 從中央到地方全部都波及 因為包含他的縣市長 他的縣市長 第一個 他在這個架構底下 他也不可跳到 大陸去講說 我是支持九二共識 所以請你們來 所以陳菊跑去那個什麼 港灣論壇 你跑30遍也沒有用 他只是不會限制你陳菊 跑到大陸去而已 可是他不會讓他們人來 可是藍營的縣市 如果這些藍營的首長 團結起來 而且國民黨自死自終的態度 非常的清楚 包含九二共識的問題 包含這個對大陸的問題 有一個清清楚楚的綱領 對大陸來講 這個事情很容易處理 最近有一個新聞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大陸的學生 到台灣來就學的部分 現在只要那個學校 落籍在台南的 那些學生就統統都沒有去 可是只要在台北的 一個學生都沒有少 就是說對大陸來講的這種操作 大家不是整天在講 他要給你區分這個非常容易 我覺得接下來 尤其這個觀光現在 是真的非常的慘 尤其他已經完全的影響到 北部你說也是重創 可是北部因為商務很多 大家多少要來洽工的 或者做生意的還是會來 可是你說這些或者自由行 你說這些人要自動的 到什麼花東 我們一些景點非常困難 所以在這種時候 現在花東的縣市長 跟像什麼苗栗這種 真的很靠觀光的縣市長 能夠做一種區隔 然後去談定一個旅行路線 就是說那就只到 他們的這個旅行路線 你說有沒有可能 我大膽預測 這個事情可能發生 等一下我們也聽聽 其他朋友們的意見 那麼當然我們來講 剛才這右站在今日最大掛 也特別談到了 現在我們來看 都在拉眉 親日 抱著日本 可是問題是 今天聯訪算不算是打臉 等一下回來我們討論 好 歡迎回到大將制大爆掛 我們剛剛不是在談嗎 這個沒有九二共識沒有關係 地方的各個縣市首長們 現在自救 自救的話 藍營縣市要跑第一 16號要去找國台辦的高層 跟他們會見 希望能夠打開這條路 但是我們剛剛聽到李永平 他在這個評論當中 談得很直接 就是說這招有效 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 我不敢說可能 有效 會發生 可能會發生 我認為有機會 可是李永平有不同的意見 中共現在的講法 中央的講法就是說 這些擺大陸民眾 要不要到台灣來 是他們自己做的選擇 我們沒有干預 我們不干預 現在幾個藍營的縣市長 去看了中央以後 看了大陸以後 大陸就開始在觀光客 就開始跑藍營的這幾個縣市 這不是代表北京政權 自己打這臉嗎 說果然這些觀光客 是你在操縱的 對大陸來講 他不願冒這個嫌 第二個他覺得說 這個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是九二公司 所以你不如哪一些 底下的一些的感情 小感情 然後來給我拉拉清楚 我現在要的我的大戰略 就是九二公司 我就是要你民進黨政府接受 你現在如果說這個人來跟我講 那個縣市跟我講 這個縣市跟我講 然後我都放的話 請問你他這個戰略 不就破功了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 大陸觀光客來台灣 越多越好 當然物價也可能增加 可是總是對台灣的 全面的經濟來講 是一件好事 可是一件問題我剛剛講 這個養大養也好 小養也好 就算兩隻養一樣大也好 在九二公司問題上面 已經鬥上了 鬥上了以後 他們在這個問題僵持不下的時候 你其他的問題 知知覺覺的問題 對他來講我不理 因為我不能為了你 知知覺覺的問題 壞我的大原則 講到難聽的 這是面子的問題 蔡英文覺得她面子很大 你覺得習近平會覺得 她的面子很小嗎 所以兩岸在這邊鬥上了以後 如果因為你們這些藍軍的縣事 來求我 我就把它往你那邊放的話 那我這個戰略就完了 現在小英的面子不只滿小的 而且有點掛不住 我們來談下一個主題 來看到的是 我們這裡都不要看 我們就看這兩張照片就好 我們先講這張小照片 那張小照片是什麼 大家應該記得 是八月的時候 立法院長蘇阿全 帶了一堆民進黨的立委 跑到日本去參訪 當中見了誰 見了就是他 見了這個台裔的議員 叫聯邦 大家這個美女議員 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當時兩個人握手相見 歡迎拍合照這樣子 大家非常非常開心 那個時候蘇阿全 對台日關係非常有信心 他說台日的關係 像夫妻一樣 說就算有一點小摩擦 大家好好談就好了 蔡英文為了要靠日本 來牽制大陸 你看把我們沖織鳥礁 附近的海巡船全部撤回來 等於是把這個漁場送給日本了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日本說要跟你離婚 為什麼 當時跟你那麼開心的 合照的聯訪 現在出來因為要選黨主席 但被人家爆料說有雙重國籍 所以他就說 你說我有台灣國籍 有日本國籍 但不好意思 台灣在我眼中 根本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我不算有雙重國籍 瑋瑜怎麼看夫妻吵架了 還是夫妻失和了 民進黨他們為了追求台獨 一直對日本有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 聯訪沒有錯 他主席是台南縣 他是陳唐山先生的表妹 這陳先生親自跟我講了 他對台灣有沒有感情 我相信是有 可是現在他要選 日本的民進黨的主席 對 你像管碧琳這些人 就罵人家無情無意 他曉不曉得 他現在雖然改名叫做 他雖然叫做民進黨 他英文名字叫什麼 英文名字叫Democratic Party 為什麼叫Democratic Party 就是他們這個黨 基本上就是 日本的原來的民主黨 他們也曾經主政過 跟維新會合組的 但是這裡面最大那股勢力 還是民主黨 而民主黨一向跟大陸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非常密切的 連經濟的關係 我總是講到這樣 連經濟的關係都非常的密切 日本的商人在大陸做生意 是很多辛苦的 但是跟民主黨 如果有特別關係的 那個企業在大陸做生意 是非常順利的 我是點這一點 那你管畢林 你也不好好去看一些資料 你也不做研究 你就罵人家 可是人家今天要選這個黨主席 他罵人家太狠心的女人 心狠手辣 其實他也是另外一個女人 女人罵人家女人 這不太好聽 我不是讚美聯訪 而是說我們看待國際關係 要用冷靜 冷靜到有一點冷酷的 冷漠的態度來觀看 免得你會錯意 表錯情 單戀人家 抱住人家大腿 然後一腳被人家踢開 然後你在罵人家無情 你是單戀人 人家沒有告你心騷擾 已經不錯了 什麼情同夫妻 全世界國與國的關係 我沒有聽過 有像蘇嘉全這樣的人講 英國跟美國關係這麼好 有沒有講說我們是夫妻關係 沒有人敢這樣講的 講這種話 就已經到了噁心的階段 謝祥寧講過類似的話 謝祥寧說 我們跟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在全世界是少有的 講到非常的肉麻 結果從這鳥礁的魚泉 到現在我們海巡族船撤回來了 我們的漁船不太敢在那邊捕魚 不去了 然後民進黨政府騙人 當時要解決這問題的時候 沒關係 我們7月底的時候 會跟日本來談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8月底過了 中秋節到了 已經到9月了 請問你有沒有談 沒有談 日本的這個 他們的代表 在台灣這個代表 他說我們沒有跟台灣談 所以你民進黨根本騙人 你騙了自己 單戀 狂戀人家 然後現在又來騙我們 所以這漁民被搞得很慘 蘇澳好多個漁船都要賣 你知道嗎 台灣現在很多個地方 他們不敢隨便去捕魚 被抓到是非常慘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民進黨自己 講一句不好聽的話 拖面之干 你自己羞辱了自己 我們對日本從來沒有幻想 你們有人幻想到都說 慰安婦是自願的 那不是為了要討好日本嗎 你看你看韓國人 會強盛不是沒有錢的 韓國人上去在 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前面 樹立一個韓國慰安婦的 少女相 相片在那裡 那個塑像在那裡 日本人拜託要搬走 他們就是不搬 然後最近說要給你一筆錢 去往你們搬走 他們那些人還說 我們就是不肯搬走 要有志氣 你真的以台灣為主體性 你就不應該對日本 有這樣的狂戀 這樣的單戀 好 我們休息一會 進網告 等一下回來 好 歡迎您繼續回到 大政治大爆掛 馬上要繼續進行到 第二個小時了 那麼馬上也要來看一下 這個小時當中 會有哪一些來賓加入我們 來 佑正介紹一下 好 先歡迎也是朋友看看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的媒體仁秋茗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茗玉昨天跟我們一起三小時 我們其實在談很多 有關於觀光的事 這業者現在都是急得跳腳 所以昨天上街頭 結果剛才你還沒來的時候 我們就在聊什麼 就在聊就是說 藍營的縣市首長 他們現在乾脆自救了 自救乾脆就到北京 去見國台辦的高層 然後歡迎他們來到 包括南投花蓮等等的縣市 結果我發現原來這個永平姐 跟裕方委員他們的意見不一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 可能這招有效 可能又覺得不見得有效 所以這個大陸方面的態度 真的是很令人萬味 就是其他我們的來賓 還想要再談 包括這個洪威 是不是來補充一下你的意見 我講一下就說 我覺得自己的觀光自己救 我還是贊成 就是我們藍營的縣市首長 想盡辦法 想幫設法 在這麼困難的狀況之下 能為我們的觀光旅遊業者 殺出一條血路 那麼有沒有用 我覺得還是要努力 前一陣子我們在談到 像台北市跟上海 要不要做雙城論壇 那時候大家談得也很多 那麼後來柯文哲還是 這點我就一直是 比較肯定他的 所以我們舉辦了雙城論壇 有的人說這是大拜拜嗎 不是 因為剛剛在上海有一個旅遊節 它是一個國際旅遊節 包含他們自己內地的一些城市 還有國外的城市 一起去參加它整個旅遊節 我們台北也參加了 那我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的雙城論壇 沒有舉辦的話 那麼上海當然順利去成章 就把台北踢除掉了 我們連就是說 我們連參與像這樣的一個旅遊節 有機會讓上海的民眾 看到台北的一些旅遊的內容 或者是說我們有些什麼的宣傳 都沒有機會 那我們被踢掉的話 能見度就更低 當然 所以我那時候說 為什麼我覺得克文哲 去爭取雙城論壇舉辦是對的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整個的 台灣的旅遊觀光 已經進入寒冬 另外一個 明年台北市有施大運的舉辦 像當時大家記不記得 城局也是一樣 城局剛才明顯說 港灣城市論壇 他想盡辦法希望 大陸的一些城市來參加 只是後來他們完全就是 石城大海根本就沒有理你 當時像高雄市運舉辦的時候 城局不是也是 他所謂的破冰之旅嗎 到大陸幾個城市 希望能夠一起來共襄盛舉 所以要辦 我覺得對於縣市首長要去爭取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有一個 非常大的擔心 就是我們一個最大的上位計畫 也就是九二共識 現在已經不談了 不談事實上 你今天說要吸引團客 那你說這些團客到時候旅遊團 他只設計你只去花冬 然後因為現在西部地區 大部分都是民進黨的縣市 所以我們只有去花冬 我們沒有去什麼其他的縣市 那也非常奇怪 南投苗栗 對 就說這樣的 因為一般來講 他們是希望能夠環島旅行 比較困難一點 另外一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兩岸不管是旅遊的氣氛 跟交流氣氛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最擔心 就是KIMUCHI已經完全不對了 也就是尤其在火燒車事件之後 那麼整個大陸方面 不管是他們的網友 或他們的民眾 甚至他們的一些旅遊平台 事實上對台灣 都已經覺得非常寒心 就覺得我們有這麼 他都是懷著非常大的一個善意 或者是熱情來台灣觀光 結果出了事情 竟然台灣的網友 是這樣子來奚落我們 或者歧視我們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完全沒有辦法諒解行政院 針對張景深的談話 大家記得就張景深說 我們陸客是我們最需要交的朋友 不要歧視陸客 然後也希望大陸網友 不要再發表這個 歧視人家的言論 這句話到底有什麼不對 到底有什麼不對 結果既然我們行政院的發言人 同政員竟然會說 這不代表行政院的政策 我始終對這一點 我沒有辦法理解 請問一下林磚 請問一下同政員 難道我們現在就講說 大陸不是我們要交的朋友嗎 然後說我們台灣的網友 盡量去歧視人家 這樣去羞辱人家 這樣對嗎 這樣對 不要說對觀光旅遊不好 對於你未來 你現在行政院 待會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討論 莫名其妙 行政院現在說 我們有優先法案 我一看到優先法案 笑死我了 還有一個兩岸協議監督條理 你還監督什麼 你還調理什麼東西 你都覺得說沒有關係 大家盡量的去歧視人家 你不管觀光旅遊也好 交流也好 文化交流也好 或者你的服貌貨貌 還辦得下去嗎 這不是天大的笑話 我覺得就是說我要講就是說 自己的觀光 自己就我們盡力而為 但是我必須講 蔡英文政府太離譜了 到現在為止傲慢不說 而且真的荒腔走板 我覺得洪偉講這個對不起 真的再讓我講一下 雖然林玉發委員 現在不在現場 我覺得也是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他聽不到我講這番話 就我剛才為什麼認為 我們的縣市首長 一定要去做這個動作 就是剛才洪偉講到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我們今天台灣 並不是整體的人都反中 你整天講那個 寶寶寺那個氛圍 可是你一定要思考 大陸的人 他有能力看到我們今天 在台灣的這種 媒體電視的辯論嗎 他沒有 他片面的看到台灣的新聞的時候 都是台灣的現在的綠營政府 對他們不友善的新聞 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新聞 冷冰冰 然後偶爾一個大事情 就是那個令人痛心的火燒車 然後覺得台灣是一個 無情 無意 無血 無淚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不有一些人 不是這種心態的 整個去跟大陸多做一些往來 做一些努力 趕快請他們的人來 難道我們大家要坐視著兩岸關係 一步一步的斷崖式的發展嗎 大家今天還只是在講觀光業 可是如果兩岸的民心 真的完全都決裂了 這怎麼辦呢 覺得誤會跟旗艦會更深的 對 所以我覺得像藍營 因為我們台灣是民主選舉的 國民黨竟然不是這樣主張 不管對岸的想法如何 國民黨的態度一定要積極 一定要去表態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正是剛才裕方兄講的 大陸在對台旅遊的事情 不是一個一條邊說 中央實際下令禁止並沒有 很多的現在問題是民眾看風向 覺得說台灣對我很不友善 我幹嘛要去 可是今天台灣這些人去了 就像當時胡志強 早早去賣太陽餅 因為他很早跑去賣 到現在大陸各種人都還記得 胡志強跟太陽餅 所以這些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講重點 你不要老共是非常靈活的 在兩岸 今天三個層級來談兩岸 第一個叫做城市與城市 沒有問題 你看柯文哲多多願意見對不對 第二個叫做經濟體與經濟體 就是縣市也是經濟體 涉及國體很麻煩 你就用九二公司創造文物 他也就往來了 就混過去了 我用白話文講 所以我認為李永平講的是對的 為什麼 我講三個例子 縣市長一定會去做 第一個 他要連任 對不對 或是要當選國民黨 或是搶下綠營的縣市 像宜蘭我認為國民黨 就很有機會 如果通的話 我認為宜蘭是選得贏的 如果這個能夠發酵 永平講這樣這樣 這一道 基隆也可以選得贏 為什麼 歷史給我們一個教訓 要看歷史 以此為敬 就是那時候晚年 在慈禧太后亂政的時候 是不是有太平天國之亂 那個時候張之東東南自跑運動 現在就搞東南自跑運動 就那麼簡單 然後孫中山給我們什麼教訓 叫做地方自治 誰說不能去 法源 歷史都支持你這樣做 也為了慎選 為了自己的政績 所以我認為這是會發生的 而且老共還會鼓勵 因為他會鼓勵綠的柯文哲 他更會鼓勵藍的 或能夠搶下藍綠的縣市 像宜蘭 基隆這種 所以他會做的 你只能看 所以我會講他很靈活 其實我們也幫忙 習近平什麼事 我跟你講一個歷史的秘辛 當初沒有承認九二公司 也差一點也就讓步了 當然你要更進一步的善意 就叫我一直講叫一六共識 可是習近平後面 你以為習近平可以單獨做主 後面還有人一直暗殺他 那叫江澤民集團 所以他也很為難 像我舉一個例子 法輪功 習近平也出手 20萬人法輪功的人 告江澤民法院開庭 以前怎麼會發生 就他 我們希望他不能倒 因為他還是大陸的希望 我們希望大陸不要亂 他被暗殺掉 大陸就麻煩 如果江澤民這批人再起來 當然安定 我們國家也安定 兩岸是和平的 旅遊是通的 人民是往來 這是才兩岸一家親的 大概念是不是 然後我們的尊嚴 也基本要給我們 就是你主政者要這種高度 也這種能力 也這種論述 我說蔡英文 不然我們當然希望 又顧到國家尊嚴 又顧到兩岸的往來 經濟有發展 這個才有資格當總統 不然誰都可以當總統 各位是不是這樣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議員 你們的論點我當然了解 就是說但是反過來說 人家選民是健忘的 今天如果說我真的去了 去了以後陸客真的來了 他不會記得說 是國民黨的首長的關係 所以我才有錢賺 他會覺得說那沒關係 蔡英文政府在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這麼做 那對你們國民黨的時候 是沒有 我看不到什麼太好的 這個好處 對 三種情況 第一個 台北市 我們一定要拿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拿下來台北市 台北市所有來台灣觀光的旅客 不管陸客 不管任何的客 1000萬人 80%是通過台北 不是 台北是最重要的 不能丟 各縣子都能去最好 剛剛洪威講了 可是有時候 有時候玩跳棋也不錯 藍營的流下來 綠的跳過去 你看情況 綠的願意 像永平講的 綠的願意四處三應 我們跟藍營一樣的規格對待 你讓綠的中央 讓綠的縣市要連任 他的民意的壓力 而去對抗綠的中央 因為我認為人民的生計 不管在縣 在國家都是超越藍綠的 我這個女同學 是 因為人民要生活 與生命超越藍綠的 讓綠的能夠中央 接受綠的壓力而翻籃回覆 這就是我們給他施壓 是不是 這就是一個好的方法 給蔡英文施壓政府 其實我聽到 好像洪威跟議員這樣講 老實講 我覺得最新的一個 就是朋友告訴我的訊息 他一個女兒也是在我們媒體界 結果他過去上海三個多月了 為什麼 他又放棄在台北的媒體工作 剛才講到這個主題 說有四個縣市長都到對岸去 希望釋出善意對不對 就16號要去 16號要去 好 我跟你講 那就希望能夠把陸客再找回來 希望能夠活絡 結果你知道我這個 後進晚輩這個妹妹 到那邊去工作 你知道嗎 他坐計程車的時候 他既然遇到計程車司機 這樣劈頭就問他第一個問題 就說你們為什麼不要九二共識 他說被他嚇一跳 他說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你知道 他說沒有 我們也很喜歡九二共識 亂講 你們總統就一直在 一直在否決這個東西 我講句實在話 我是一個老司機 我跟你講 我本來是要去參加團課的 我現在不要去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們去那邊的話 是幫你們賺錢 也就是說他覺得那個 計程車司機 他們那個大陸的 不是都有那個雙層玻璃嗎 就是隔開 乘客與司機之間 雙方保護 他說他那時候在計程車上面 他第一次 因為上海是國際城市 第一次有司機用這麼惡 就是惡狠狠的口氣 這樣質問他 推回到我們昨天才在這個 就是說那個 十一大產業走上街頭 對不對 要生存那個遊行 你現在這種仇中的情緒 那個不是說 你承不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問題而已 所以是那種仇中的情緒已經出來 對方已經感受到了 連一個市警小民 一個開車的司機 基層的人員 他都覺得說 你們現在台灣來的人 我對你開始已經產生敵意 你知道嗎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我們這些縣長去有沒有用 洪偉講的希望很有用 可是我們最重要的 還是在團課部分對不對 就算自由行能夠補足那個 可是團課還是最重要的來源 我覺得在這樣普遍的氛圍 在大陸那邊 尤其是沿海一線城市的 那種對於台灣這個國家的 兩岸認同問題不解決的話 覺得這件事情是沒有解的 是 明玉 我們知道這個立法院開議 那今天的32項優先法案 是我們的蔡政府要推行 然後進列兩岸監督條例 這個其實讓大家就覺得 有些傻眼 我想綠營人士 很多人會覺得有點 錯愕了 為什麼 因為想當初擋了 馬政府擋了兩年 怎麼到現在 這個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你說這個偷渡部分的 服貿貿貿的條文過關 那是執政後就醒了嗎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待這個問題 像今天這個好像時代力量 他們就很有意見 說之前說要被審的 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審查 但是問題是 這個是英權政府 現在要努力推的事情 這不是前後不一 再度的讓大家覺得說 這又是一個法夾彎嗎 套一句海濤法師說的話 這一切都是假的 看到都是假的 怎麼說 其實之前其實只有 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 柯建民 柯建民他說的還是真的 他說這個立法院新的會期 只有短短四個月的時間 現在立法院今天開議 他在進行什麼 他要進行總質詢 總質詢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跟這個國營事業總預算案 還有就是說 這一次下個會期要推的 優先法案很多 長照法 住宅法 然後還有什麼年金改革對不對 柯建民就有提到 他說兩岸監督條例 是不是能夠審得到 這個還是未定之數 現在沒有九二共識了 對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說你審得過了 那又怎麼樣 現在兩岸的氛圍之下 大陸根本就不會跟你談 所以你就算有個監督條例 你真的出來了 你不要說現在推出來的 兩岸監督條例 只有民進黨的版本 你時代力量跟國民黨 都還沒有提 甚至說你在內政委員會好了 內政委員會的話 現在就我的了解 他們的三大的優先法案 第一個是公投法 住宅法跟集有法 那你說他們兩邊的招委 會不會把兩岸監督條例 排進去審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因為不要忘記 這個會期只有四個月 你把預算案審完了之後 總質詢完 預算案審完之後 你還有多少力氣 能夠來審這些法案 我覺得說這個柯建民 他點出了一個重點 就四個月時間 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他還是要把 兩岸監督條例說得那麼好聽 說列為優先法案 事實上那是因為 之前對太陽花的承諾 因為你畢竟要有 兩岸監督條例 你後面貨貿 服貿 才能夠繼續的來進行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話術 除了對內是講給太陽花聽 對外當時講給對岸聽 就說你看 我不是不跟你談貨貿 服務報 只是說我現在兩岸監督條例 一定要過 過了之後我才能進行下面的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話術 但是我真的再重新包裝說 其實真的海濤法師 這都是假的 我跟你講這個會期絕對審不到 我最後再補充一點是說 昨天這個我們不是討論 一個觀光業上街頭對不對 之後我有問我那個 就是觀光業的那個老闆 因為我們節目後面 我碰到他這樣 我要說 你們還會不會二次再上街 然後他跟我講說不會了 我說為什麼 你們的訴求 政府好像沒有聽到 也沒有做什麼回應 他說因為我回去 我要把公司解散 他說這個 他無力在經營了 沒有錢在經營下去了 因為陸客不來 他的公司就到了 所以他回去 他就說很心酸 他就跟他員工講說 你們就把這次上街頭 當作畢業旅行 然後大家來 然後講講自己的心聲 回去之後 就只好大家吃自己 其實聽了這個話 真的滿心酸的 老闆還是說 他說他希望他們昨天的話 政府有聽見 不然就是 這個街頭就擺上了這樣 所以都沒有在傾聽民意 佑正如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蔡政府 好像還是只一意孤行 然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又死一說說 他現在是被獨派綁架的 到底是在聽誰的 不聽廣大的民意 只聽少數的獨派人士嗎 其實蔡英文政府 我們從過去講 獨派綁架 大概講了一個禮拜了 但是確實有跡可循 你看他的田文帽的人選 到現在都已經人出來了 然後那個門就在你面前了 你只要送一句芝麻開門 門就開了 但是那句芝麻開門 九二共識 他就是說不出口 為什麼說不出口 後面一定有人 不讓你說出口 是誰呢 好啦 其實我們也有 很多很多的過往證據 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第一個看到就吳禮培 這次把講第五次了吧 吳禮培他曾經都提到說 林軒不下台 蔡英文沒有明天 再加上郭寬敏說 蔡英文做四年 不要做八年 好好把這四年做好 有人說他們想令拱人出來 因為蔡英文不聽話 現在最新的是郭寬敏 他又說了 同樣是對林軒指指點點 我是不是先請教一下 這個永萍姐 你之前有提到說 獨派這麼指指點點 其實他們或許意在 用我的人取代的是 林軒這個行政院長的位置 所以是不是想 當上了行政院長 一個獨派行政院長 讓蔡英文完全沒有施展空間 他們想要把持朝政嗎 我覺得現在的處境 跟陳水扁2000年剛剛上台 獨派的做法 幾乎都如出一掣 就是我經常講 我每次想到講這個 我就想到說 我果然真的好像很資深 可是當時陳水扁 真的被綁架是在後期 但現在看起來蔡英文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陳水扁的當選 當時對綠營來講是一個意外 所以大家因為很驚訝的過程 而且又嘲笑也大的時候 所以前面對陳水扁的 體諒期比較久 就是說他大概對陳水扁 體諒了差不多兩年左右 開始就這樣尿 直直點點 等到陳水扁要競選 連任的時候 那個刀槍就來了 他第二任那就更不要講了 現在大家都意向很深刻 為何蔡英文 不要說有陳水扁的兩年了 他連四個月都還不到 這個獨派就這麼著急 為什麼 就是因為獨派認為說 你什麼都拿到了 什麼都拿到了 民進黨大勝了以後 從獨派長年的想法說 我們的人都當選了總統 還不獨立建國在幹嘛 好 對孤寬敏來講 他也做了一個調整 他也知道說 現在你講一個台灣共和國 的這件事情大概全世界 也沒有人會支持你 中國又強大起來了 你也做不到 好 所以他就退而求其次 沒有關係 台獨做不到我就獨台 獨台就是說 我在中華民國的這個體制下 藉殼上市 可是除了這個裡面的 所有內容我都要換掉 才會這個叫做什麼教科書 這個一定要跟 中國歷史切斷 然後你所有的 一切的行政措施 你看那個什麼國使館 也不准什麼大陸的學者來看 來研究 然後你各種的什麼 鄭民豐又啟壓 然後又弄很多的 這一大堆的這些小動作等等的 那些很多的動作 大家如果回憶一下 跟陳水扁期間 其實發動的動作 也並沒有差別很大 只是說因為現在在 蔡英文的主政底下 所有的差別就是 獨派更沒有耐性 然後講話更白 然後發動的速度更快 可是這個時候 就要考驗蔡英文 蔡英文一開始所任命的內閣 跟他的組合 他並沒有真正的 完全只是單方向的 想在獨派靠攏 可是隨著他自己引發的一些 跟統獨議事無關的風暴 譬如說勞工的一例一休 這種問題 他的中間支持度已經掉光了 對 或者是他那個 跟原住民那種奇怪的 道歉方法這種問題 就是說他有一大堆 是他自己出的錯誤 以及林權這個內閣 自己出的錯誤 譬如說賀成蛋 就先前你去弄那個什麼很奇怪的 什麼高速公路夜間 要不要收費的這種問題 或者像什麼華航這種 罷工的解決 對 就這些類型的問題 其實本來跟統獨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因為你這一點也做不好 然後獨派就認為你又不夠獨 然後你的達成獨派理想的速度 又不夠快的時候 然後這兩項一結合 等於林權這個內閣的弱點 被抓住了以後 他們現在就借機猛打 猛打是什麼 當然是要塞他的人 是 而且你看 這個執政四個月以來 蔡政府 蔡英文總統 他沒有公佈什麼國策顧問 沒有公佈資政 然後這個孤寬敏就很有意見 說不是他太忙 就是他不想要 到底是不是獨派的人 自己想要這些位子 國策顧問 還有總統府資政 是想要 沒給很不開心 這道行政 當然想要位子 所以已經不只是 因為蔡總統是個穿群子 這兩個人不要錢 都很有錢 無力賠跟股貨有錢 要權 要意識形態 要聽我的話 要主張 他要這個東西 每個人要的都不一樣 我談什麼 今天蔡英文做錯一件事 他談維持現狀 如果他勉強承認九二共識 路客什麼都沒有少 他勉強維持住 經濟選民對他的支撐 他是做得穩的 他再進一步的 進一步來劣解國民黨的票 那他會坐穩 他不是 他選擇的是 他選擇的是先施政無能 被看破手腳 中間選民跌 經濟苦 然後路客不來 更苦 所以他現在變成 他在政治的十字架左右徘徊 到底我要繼續走維持現狀 還是乾脆往獨的走 看起來往獨的走機會大一點 而且這件壓力很大 今天林權很可憐 他是一個戴罪羔羊的 林權並不是他外省人的 審籍出了問題 當然他們這些台灣 黃明化的台獨 是非常討厭外省人 所以林權做錯第一件事情 不是你外省人的本質 而是你的主張 你必須比台灣人 比男人更支持台獨 更張雅烏鑽 舉四個人 如陳世夢 如段燕康 如王定宇 如鼓勵雄 你做得跟他一樣 你才會活 不然你就不要到那個陣營 他頭腦不清楚你知道林權 那邊不是你溫暖的家 除非你表現得像那樣 那四個人那樣 第一個 這是審計的問題 第二個 項莊 武健 意在佩公 林權你以為他有多重要 重點是動林權 幕後是要動蔡英文 因為你執政的 因為你跟阿比人的時候不一樣 第一個 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我們都老了 我們稱不良 我們都90幾歲了 這些老先生 他要在人類之前看到台獨劍 他時間不等他 所以他急 為什麼阿比人說沒那麼急 因為十幾年前 他們才80歲 80多歲 第二個 就是你立委選那麼多 你加親民黨你四分之三 你就可以搞台獨了 你可以修憲 你想過沒有 就可以搞 修四分之三就可以修憲 對 郭冠銘這麼說 他就講了這句話 他說不希望蔡英文是新時代的人 不希望老人家 來干涉他的政權 這其實是一雙小鞋 他要告訴蔡英文的是 我們還有30 將近40%的台獨 你最好聽我的話 這些老學生根本頭腦不清楚 又難相處 年紀又大 你知道嗎 而且你當總統 只要你干涉人家 人家也不管怎樣 用騙子怎樣 你要是56%黨選的 我還有30%的選票 這些人的主張 這些勝率的群眾 那根本是讓他取得政權 穩住憂鬱的遮羞布 他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你以為你們有多重要 你們那些十幾%的票 可是選上以後10%破案能量挺大的 而且就好評議員 我們看到有一個下午最新消息 就是這個法務部說 嚴擬特社阿扁 這個下午是在立法院 列為一個備詢的重點 北社的社長是說 王定宇跟他透露的 但是王定宇稍後又否認了 但如果真有歧視的話 這是不是又是被獨派綁架了 是嘛 就又是一個例子 我跟你講出招會白白種 接下來特社 每一個都搞到小英的要害 讓他左右為難 就是要動你 我獨派 特色阿扁 郭寬敏之前也出來講過 特色阿扁 阿扁不道歉 阿扁道歉特色 我們藍軍寬虹大量 我就算了 也關了六年也當過總 可是他從來沒有悔意 就好像那個虐猫 把大橘子殺死香港大學生 你根本沒有悔意 我為什麼要輕拍你 我一定要對付你 就這麼簡單 好啊 你阿扁特色 你蔡英文只有兩個結果 我不特色 我繼續動你 你勝率的更動搖 你更弱 你中間沒有了 你其實剩30幾% 對不對 已經死亡交叉 你敢特色阿扁 那不是跑得什麼 票都跑得逛逛中間選民 你還能火嗎 所以他故意就是要拿這個難題 讓你左右為難 而你動了 我更削弱你 那我再動你 賴慶責就順勢就出來了 很清楚這個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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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靠特色阿扁這個問題 把這30%的選票 都從蔡英文身邊拿走 再千顆勝率的票 可是我今天看到這新聞 我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當然我也沒有什麼訊息 我只是判斷 我有一點覺得 這個事情的新聞出來 不見得不是蔡英文這邊受益的 為什麼 因為 你說有可能是他那邊受益的 對 為什麼 因為獨派現在 孤寬敏那個老將出來 刀刀要害實在是真的 尤其他要倒林權 這壓力太大了 可是對這批人來講 如果現在趕快放出說 我在考慮要特色阿扁 那是不是這個獨派的人 緩和獨派的反彈情緒 可是他們會講結果 到底有沒有特色 如果虛化一招是會生氣的 對 老先生 就是說可是我認為 也不無這個可能 對啦 所以如果說獨派 綁架蔡總統是為了要位子 等一下回來我們就來講一下 現在到底有哪一些位子 是可以搶的 是不是包括中央社的人事地震 稍後回來我們聽聽看 有沒有什麼內幕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在剛才我們談到了 這個獨派是不是真的要位子 要到了位子之後 可是蔡總統會不會不開心 現在其實在我們過去的節目當中 也曾經討論過一個話題 那就是是不是可能 是結合新潮流系來對抗獨派 我想之前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曾經討論過 可是現在當然蔡總統 又要所謂的一條邊的 指揮時代的來臨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講 我們先來講 到底有哪一些位子還能搶 最近有一個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那就是這個段儀康 那麼他似乎在對於中央社 這個董事長的人選 還滿有意見的 瞄準到的這個中央社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 這董事長是要換人了 現在的董事長是陳國祥 那麼董事長陳國祥 當然他也有話說 他在臉書上面也有回應 那麼是說 這個口說不會整彎捧去 但是對於法有明文任期 規定的中央的董事長職位 是垂涎不已 在這個裡面 其實有滿多的內幕 到底有誰說話 有文化部的人講話 廉政署的人講話 怎麼大家好像都很有這個想法 都很想要這個位子嗎 好 這個幹哥 知道滿多的內情的 我想是不是幹哥 先來跟大家很快 你了解什麼內幕 OK OK 陳國祥是非常資深的媒體人 中央社非常多年的 老實講 你要知道 他最早的經歷是什麼 是自力晚報的總編輯 夠黨外了吧對不對 那個時候在民主黨 還在穿草鞋 在街上衝的時候 他是自力晚報的總編輯 他從記者開始幹起了 但是現在 就我們剛才講 獨派也有意見 為什麼 你後來跑到中國時報 去當什麼副社長之類的 對於你的顏色界定 馬上就反感了 所以這個我跟你講 就是說一旦你有背叛的意思的話 好 到現在 你知道嗎 段儀康不是隨隨便便 就又好像野犬廢日出來 就開始罵人 就開始罵陳國祥 賴著位子不走 雖然明年6月30號的 任期才到 因為中央通訊的社長或總事長 他們的位子是被保障的 對 有任期制對不對 好 你應該之所進退 依據憲政倫理 你又自己要請辭 不要讓總統那麼難做 這是國家通訊社 所以他的社長或董事長 應該是必須要由總統 來任命這樣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自己要辭 不能說因為有政局限制的 保護你就是自己 不曉得自己之所進退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段儀康手上 拿到一些檢舉 你知道什麼檢舉嗎 就是說認為現在中央社 在陳國祥的手下 其實是很喜歡推業配 也就是說要重視業績就對了 記者也要有業績 記者要拉業務 對 要拉業務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聽起來 好像陳幾何時變這個樣子 但事實上 我據我了解不是這樣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目標 不是陳國祥 而是 陳國祥是董事長對不對 社長是樊翔林 他們的主要的目標是 樊翔林這個人 樊翔林是何許人 他是以前蕭萬長辦公室主任 副總統辦公室主任 對 又真的跑過 他就知道 所以其實所有的決策 都是樊翔林在主導的 所以他們的目標 是要對著樊翔林 只是你不能把一個社長弄下來 結果董事長比他還高 還掛在那邊 這兩個人都要對付 所以意思是說 那個舊政府時代的人馬 要把他拉下來 要安插他們自己的人 沒錯 今天就是秋後要算帳了 而且大家只看到說 國家通訊社要換人 換得真的有夠難看 還要叫 他要跟立委爆料 然後私底下在檢舉黑函說什麼 叫記者做業配 那個滿天飛你知道 沒有這麼簡單 他今天把陳國祥跟樊翔林 拉下來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就是公共電視了 公共電視他們也要 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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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電視 這些通常要插自己 這個其實前哨戰 已經開始打了 只是說現在出現了 這個中央社 董事長這個問題 好像比較新 其實這裡面暗潮洶湧 其實總歸一句話 結論就是說 以前你們曾經服侍過 藍營的這些人 自己就應該要知道說 時候到了 不要讓我們來趕你 所以這就是誰 這其實老實講也沒有 段儀康就是蔡英文先放出去的 就是讓他先放出去 然後開始找到目標 上去就咬你 然後你要是自己不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 到最後蔡英文自己就會出手 很多那些公廣集團的 這些懂是什麼東西的 我跟你講最後全部都會洗 你就是幫你逗臭 我一定幫你逗臭 你不聽話我就幫你逗臭 而且民進黨其實 上來都愛用所謂的媒體人 其實他最近在總府裡面 其實很多都是媒體人 媒體人要進來 不知道放哪邊 當然就是找剛剛幹哥講這幾個 公共電視 央廣 或者是中央社 民運 最近有兩個 因為我們都同業 所以兩個媒體最受關注 一個是央廣 一個是中央社 話說其實我們在開玩笑是說 因為陳國祥 今天應該現在在新書發表會 他最近出了一本書 對 所以他在打新書 所以我們就在開玩笑說 是不是這些綠營的立委 在幫他宣傳 在幫他宣傳賣新書 對 前幾天我也碰到陳國祥 他就說 他如果再這樣打下去的話 他就是要再出一本書 就是再寫這個媒體的怪現象 這樣子 這個是這個題外話 話說就是說 他其實在臉書寫了滿多的 對 因為他最近真的是很不平 他其實走到哪都會一直吐苦水 所以他好像提了廉政署 什麼接貨檢舉 三路人馬要證明我的清白 如此勞失動眾 感激涕鄰我 立委也宣告要刪中央社的預算 然後要等於是 以前逼領導人來辭職 因為就是說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 因為中央社的董事長 他是有任期制 他做到明年6月30號 照理說就是說 包括像央廣這些人 就是說還有包括 袁山董事長這些人 他們也都是任期沒到 就覺得自己政黨輪替 然後就自己先下來 你就先走了 對 你說不管是說 他們什麼之所進退也好 或者是怎樣 但是陳國祥他就認為說 他的這個位子 這有點比喻像大法官的任期制 你本來就是說 我有這個任期制 而不是隨著政黨輪替 上或上 下或下 他是覺得他有一個理念的堅持 這點我倒是贊同 因為你知道像國外 尤其是美國白宮 他們的那種資深的 跑總統府的記者 今天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上 他們永遠就是 都同一個人在跑 所以你可以看到鏡頭前面 他們總統府問問題的 舉手的 都是那種白髮的 或是上 非常非常資深的 對 非常非常資深 而且你看到他們主播到70歲 都還在播 所以他們覺得說 這種是有權威感的 不像說台灣 可能我們政黨輪替 或者是我們比較年輕化 所以都是隨著政黨輪替上上 然後政黨輪替下就下 記者就換了 對 當然陳國祥堅持有他的道理 他覺得說他這個位子 應該是國家通訊社 我跟各位觀眾解釋一下 就國家通訊社 有他非常崇高的地位 你知道就我們跑新聞的同業 譬如說有 譬如像總統 總統府 他們要放一些比較管道的消息 像你看到很多就是說 什麼 府方高層透露 或是政院高層透露 他不會隨便放給那些 譬如說什麼阿貓阿貓的媒體 他都直接對中央通訊社 直接發 對 中央社發了之後 全部的人就全部照抄 你說他是一個國家 對外通訊 對 通訊的一個管道 而且他的消息 是非常非常權威的 很準 對 只要中央社發的消息 就是一定是權威消息 一定是正確的 因為他們必須要經過 非常嚴密的查證 還有就是說 中央社他不發那種 新山社的消息 我要強調就是說 中央社他是有他的一個 地位在 這邊我有一個內幕是說 陳國翔他之前 之所以會這麼生氣 因為他有說 他有說那個鄭立軍 就文化部長鄭立軍 有承諾過他 就說他不會動他 然後就說會讓他做到 明年的6月 就認期滿 對 沒想到說 答應過的事情 怎麼就是說 現在又拿他來開刀 就是要拿他祭旗 因為好像也是文化部的人 對不對 對 就跟他這樣子講 上個月有透過工會 他說是司長 他說是司長層級的人 對 去跟他傳話 司長是不是 對 所以直接說什麼 說你們董事長 社長不知進退 講這種重話 對 就是比 我是比說原山董事長 類似這些人 就是他覺得說 你應該支持我進退 就顏色換了 你就應該要換人 但是他 我就講說其實媒體跟法官 其實某種程度 他有一致的連結性 我們都是屬於那種第三權 對 一個監督的角色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就是說其實民進黨 他罪不滿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講說什麼記者拿獎金 就什麼賺外塊這個 我覺得這個只是說 幫他安插一個罪名 就是說我找到你的麻煩了 你就是因為這個汙點 你要下來 但是事實上一個原罪 最讓他們不爽的是 其實是去年的總統大選 那時候朱立倫 他不是代職參選嗎 然後大家都質疑說 朱立倫代職參選的一個 就質疑他 質疑他的正當性 對 然後那種中央社就連發六條 就是說引用外國國外的元首 或是國外的候選人 他們代職參選的一個例子 來幫朱立倫解套說 他的正當性 你知道當時 那時候我們在跑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說 你中央社真的不容易 還要找到 還去翻進歷史 還要翻進 古今中外 對…去涉獵各國 還要幫這個 為了要幫朱立倫解套 你還要找到各國代職參選的例子 所以中央社是有用功 當然那時候大家有取笑他們 但是就是說不可否認 就是說朱立倫這個事件 是他們秋後散狀的一個主要的點 他們覺得說 中央社已經有點就是不公正了 所以他們要拿回來 要拿回來 就是最主要是說 不能成為萊茵發生的管道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等一下我們回來繼續討論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歡迎回到 大將之大爆瓜的現場 一談到有這個內幕 中央社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像剛才我們其實聽到 包括彭華幹幹哥還有名譽 其實都談了滿多了 不過在座還有很多要分享 來 我們先請洪威好不好 因為你也是媒體人出身 我是認為就是說現在 就是當時在國民黨執政時候 任命的不管你是媒體 產業 國營 事業 銀行 其實你大概都要有一個任職 遲少都會輪到你 這個是一定的追殺 只是你追殺的是不是夠狠 或者是非常的心瘋血矣的 鬥爭人家 其實我覺得最理解 民進黨的應該就是楊秋昕 大家也知道 以前楊秋昕就是民進黨出身 他當台燕的董事長 最早辭的 所有的工營事業的董事長 就是楊秋昕 他的想法就是說 我不要等你們來鬥爭我 乾脆我先拜拜了 他知道不走就會被鬥爭就對了 而且每一個人都鬥爭 像雲山飯店 董事長也是一樣 也是跟媒體放話 這個人不要臉 不知進退 但賴著不走 他一定用這種方式 就是讓你除非 除非你要像過去民進黨 大家基本上當是民進黨公事 怎麼不走法 還把門給鎖起來 我不走就是不走對不對 讓你董事會也開不成 你國民黨想要換我 我就每天跟你鬧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 就是心理準備 這樣的厚臉皮 你才能夠坐在那個位置上 那如果說你今天還心存說 有任何的僥倖 老實說 我必須想說 其實陳公頑董事長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冤言 如果即便是文化部的 鄭力軍告訴你 可是你想想看 段一康是什麼人 段一康 因為他現在可能馬上 他的不分區立委就不保 因為他的官司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火力全開 非我族類一一株殺 他現在整個株殺的範圍 實在非常大對不對 包含這個李翔咒 你講到一個跟我年輕制度 不一樣的 這種人一定要換 對不對 哪一個什麼吊哈區的 什麼副局長 你一下離任 你要到大陸也應該要換 一一點名 段一康是新潮流的頭 這大家也知道 現在在民進黨裡面 最大的派系就是新潮流 那段一康就新潮流的腦袋 所以他現在一一點名 這些人當然是坐立難安 我要講就是說 在整個政黨輪替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位置 不管是政務官也好 或者是公營事業 公營銀行 或者一些相關 你要換人 我認為這個是說實在 合理範圍裡面 但是你的手段 要不要這麼惡劣 你的惡劣就是說 你完全不夠尊重 如果你今天民進黨 民進黨你以前是有什麼了不起的 豐功偉業 你以前在媒體用什麼人 你現在要開始不是 中央盛動完要弄公司 你以前華使總監用誰 用江俠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一一復習 江俠當時做了些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 什麼樣媒體公正 江俠做過 大家來檢驗一下 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你們厚臉皮不敢做的事情 江俠都做盡了 去支持那個非常光碟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大家也許有些 比較年輕的朋友 有些人健忘了 就認為說這些人 確實有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到時候換上來的人 更有問題不是嗎 就像最近這個網路上也講 林俊憲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法委員 不是國民黨立法委員 他說華南銀行的總經理副總 什麼那種空投公司的貸款 這種人不換什麼不行 對不對 搞一些什麼超貸 空投貸款 沒過兩天 現在也是新政府 上來了高升到趙峰金控的總經理 對不對 你說很爛 你說他很有問題 經營不散 對不起 今天是張兆順 老藍男退位 老藍綠全部上場了對不對 這些人後台比你硬 林俊憲說什麼了不起 我今天要用他就用他 也就是說你今天 大家可以一一檢視 當你把這些人換掉 你是換到更好的人嗎 然後你們會不會更離譜 像包含一些農委會 相關的這些基金會 原來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當然國民黨也有用自己的人 但是很多都用一些政務官 他用兼職的方式 因為事實上他的事物 不是那麼複雜 也就是說你今天領了一些 官員的薪水 但是這些基金會 就不用發你薪水 現在沒有 大家大舉封關 北茂大家一起來做 而且有一些他的背景是什麼 什麼雲林民進黨 雲林縣的黨部的主委 好啦 雞犬升天了 也一樣這個月入 又有車 又有秘書給你 然後你又董事長可以做 對不對 那你當然要來看 就是說昨天我們今天對照 昨天有這麼多的基層 他們已經沒有工作可以做 他們的薪水來源也有問題 他們沒辦法還房貸 沒辦法養小孩 但是相對的只要你的政治正確 你只要當時是靠民進黨的 當民進黨的什麼 顧力修的助理 也可以收高薪 你當民進黨的地方黨部主委 也一樣有位置做 一樣有高薪做 這就必須要去做檢驗 至於你講到一些 媒體的這些東西 老講 我覺得其他人說 我都可以聽一聽 但是民進黨的人說 我聽都不要聽 剛才講到議員講到說 斷宜康這個部分 今天我們討論過 他在年經改革委員會裡面 對著退伏會主委 對著國務部副部長 李啟民跟李翔中 直接開砲說 又愛當官 又愛造反 這種人應該滾蛋 那個時候我們的解讀是什麼 是不是斷宜康在幫自己人 新潮流自己人在要這個位置 所以今天這個狀況的話 永明姐 是不是新潮流也有人想要這個位置 他不見得是在幫民進黨要位置 他可能是在幫我自己 我自己的人在要中央社這個位置 我覺得民進黨這次的選舉 這麼全面性的勝利 可是勝利了還不到半年 其實立法院的話 已經差不多半年了 小英就任才差不多四個月 我覺得整個民間的反應 就這麼差 民調的反應就這麼差 我覺得這些立委 還有這些鬥爭的手法幫了很大忙 因為他們這樣子鬥 對於民眾來講 就會很不能理解 你說一個中央社 大家會覺得說 你叫他現在非逼他走路不可 罵他很難聽 不要臉 不知進退 到明年6月差別很大嗎 你把他的這個任期做完 這有什麼了不起 如果有很了不起 那就是說 不是他現在做得不好不公正 而是說你想要不公正的 去控制媒體 不然大家能有什麼別的解讀 對不對 你現在需要做得那麼難看 何況我覺得 裝飾這個事情 我不免說連我都很意外 為什麼 因為陳國祥 我想在做很多在媒體界 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他其實很不懶 我去年 去年總總大選的時期 除了剛才名譽講的 那個什麼朱立倫 那什麼六則 我說實在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在注意到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幫國民黨 這個進行總統跟立委 選舉的時候的幫忙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罵中央社 就說這個是 這中央社還虧我們 現在國民黨在執政 執政的一點效果都沒有 自己這個執政政府的中央社 整天都在報我們負面新聞 還做得挺中中立的 對 然後大家那時候 大家那時候 一上那個中央社網站 頭條都是那個 落開國民黨的候選人 對 那時候有講這個東西 不管那個候選人叫洪秀柱 還是後面的朱立倫 大家還覺得很抱怨 讓你們也知道 那個馬英九的那些人 去跟他講什麼用 半點用處也沒有 全部通通都是打官腔的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馬英九執政真的不完美 有一些人士 其實我們也都很不滿 譬如說跟金普聰的裙帶關係 真的是有幾個 我都知道 我們也很不滿 也罵過 問題是陳國祥他不是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資深的 媒體人 而且講真的 他真的跟國民黨 並沒有什麼很深的交情 所以你剛才講說 如果是文化部長鄭立軍 是挺他的 可以讓他做到任期滿 就不意外了 不是 我應該覺得就是說 這件事情反映了 民進黨的整個心態 他們完全沒有要做公正的 中立的這種想法 他們過去推動的很多運動 什麼黨政軍退出媒體 什麼國民黨黨庫通國庫什麼 講了半天 其實把國民黨清掃完了以後 現在就是國家就是我家 民進黨的所有的信念就是說 政府就是我黨 所以黨的最爛咖 最沒有見不得光的 然後最難堪的這種事情 國民黨絕對做不出來的事情 他都敢做 你看那個謝忻 是不是叫謝忻 謝忻的 他去任職的那個什麼 華航的那種缺 華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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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情國民黨怎麼敢做 做一個把你打到死 可是民進黨叫做 竹帆不及背載 說真的 可是以前是沒有資心的 洪威亞也是國民黨 實在是戰力太大了 謝忻一去以後就有資心了 以前是沒資心的 以前也不用負心 所以他還是兼任的 沒有司機 沒有坐車 現在都有 所以我相信第一個 陳國翔他為什麼要抗拒 我揣測他的心情 不是什麼藍綠 第一個 他一定也很冤說 別的那些趕快自己退的 有些是跟國民黨約員很深 他們就覺得他何必待在那 可是陳國翔認為我不是 那我幹嘛要退 第二個他因為還是要捍衛 他在長年在媒體界的 他覺得他的一個比較中立的形象 因為他如果在這一段 他就自己摸摸鼻子退了 人家就會說你果然是藍綠的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真的很想奉勸綠營 你在上任用這麼囂張的事情 你真的覺得不會有報應 不會反撲嗎 是 國民黨現在看起來 很沒戰力 滿衰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時代 媒體的環境 民眾的覺醒 派一個人跟段一康打一下 你是這樣 你可以跟段一康打 就是覺醒程度不同了 我覺得他們這一些部分 夜路走多了 選民會一次性的跟他們算帳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我們看來看去 就是民進黨現在也沒有 比之前的國民黨好到哪裡去 之前很會講 更差 拜託主持人差很多 黨政軍退出 他現在黨政軍要全面 國民黨會幹一些火 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搞破壞 然後破壞 然後再造得到政權 然後下馬可以搞革命 上馬不會自天下馬 這就是民進黨的本質 其實我覺得 每天罵我們跟共產黨很像 我覺得階級鬥爭 他們還比較像一點 共產黨還沒那麼像我覺得 蔡總統不是說他要一條邊 一條邊到底是怎麼弄 這個好像感覺像是一副 我要大權一把抓了 怎麼有意親自召開整合匯報 初步規劃每週隔週 邀行政院三長 立法院政府院長 然後執政的四位首長 縣市首長與會來參加 好像一切就是 他又在搞殺龍了 請蔡小英 找到家裡面來吃飯 這個叫做權力的一條龍 你知道嗎 因為他弱了 他就急了 急了以後把所有的黨政軍 都找來表示 開會才代表我是總統 所以他的態度很清楚 其實蔡小英的問題除了施政 這個不利以外 整個國家搞得很慘 是他自己已經對總統的位置 喪失信心 一個總統堆到信心 那是很嚴重很嚴重的事情 我的看法這樣 你覺得他喪失信心了嗎 他喪失信心了 他現在六成五成 議員覺得他喪失信心了嗎 他現在還在垂死掙扎不是嗎 沒有 我覺得他基本上 是要救他的民調 他也知道他現在民調 已經死亡交叉了 原來他 我覺得他當時就跟之前的 馬英九一樣 他希望退去第二線 都讓林全做他的智慧長 可是現在發現就是說 其實第一個你的民調下滑 還有這些老男綠 都已經開始出手了 其實剛才我覺得小平 講得很對的 就說像不管是顧寬明也好 吳禮賠他們的出手 他會越來越重 對不起 因為對他們來講 在陳水扁時代 他們可能有的人70歲 80歲 現在他沒有時間了 他不會幫過你的 我沒時間 沒時間 有道理 再等下去就 他沒辦法再講兩年 因為這樣有沒有效 我認為只不過是 以會養會而已 好 我們的廣告會 有什麼具體成效 時間好緊 好 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賴神不神樂 什麼意思 來 佑正 我們來看這個天下雜誌 2016年縣市大調查 首先看到的是今年的第四名 就是檀政市長賴清德 第四名 好像也還不錯 但抱歉 去年他是第一名 還有一個人我們要觀察的是 高雄市長陳菊 雖然說他的名次 跟去年維持平盤 不過我都注意到 最近在大溝頂事件 在施圈果菜市場 他這個強迫拆遷 引發很多民怨 這些人9月25號要上街頭 到凱道前面去抗議了 包含南鐵 東移的事情 都是衝著這南台灣兩大神而來 來看哥 這是代表 政治明星光懷已經慢慢 緊弱了 我跟你講 你秋冬後沒有兩天 我跟你講 尤其賴清德 去年登革日最嚴重的時候 我不是南下台南市嗎 我走訪基層的時候 我就有普遍一個感覺 我走到那個 就是有個豬肉攤的 陳姓攤商 他不是大罵副市長來做秀嗎 我有去 你有去嗎對不對 他講什麼 他講一句 賴清德當選 不要說當選之後 當選之前也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從來沒有來過這個市場 來關心過 所以那時候想說聽到這一個 又聽到一個 另外一個市場的小姐 賣水果 他就跟我講說 也沒有來過我們這邊 我們要求什麼 他通通沒有做到過 所以說他從第一名掉到第四名 在我看來非常正常 還會繼續掉 賴清德照省 賴清德有什麼能力 他來選台北市場看看 或選新北市場看看 小和 就小廟出一個小和尚 他以為他是誰 他在小市場他很大 他是一隻鯉魚 你到太平洋看看 碰到黑鮪魚 碰到鯊魚 碰到鯨魚 不是 他是誰 你不要看不起他 他是要去選總統的人 要跟小英選 他認認做一些事 第一個 他可以搞到天龍人院 所有的民進黨反他 議長都落選 差十幾起比國民黨多 你不管我們全叫怎樣 第二 登革熱門 他死了200個人 第三 南鐵東移翻臉 然後不是地震救了他 他以為他是誰 就來新北市宣傳看 我們不管郝龍斌 就把他幹倒 所以現在他的民調調下來 會對民進黨未來的布局 會有變數嗎 控小英時代賴清德 鄭文燦 李家宏 他也不在領先群了 他不見得是第一名 鄭文燦爬到立山 鄭文燦起來了 李家宏起來了 好戲 有得看 我跟你講 好戲 這是莫英在台北跟西哥